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荷兰热议频道 现在报告授意6号的晚间新闻 首先是新闻的提要 荷兰国王同意委托独立调查 皇室在殖民历史中的作用 扎连司机在访乌冬 声势浩大的台积电相机典礼 江泽民的追悼大会在北京举行 吴亦凡思处被指营养不良 大陆的卫生部门转载文章 批评大规模建方仓和查栓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荷兰国王同意委托独立的调查 荷兰皇室在殖民历史中的作用 荷兰国王威廉马力三大 已经委托对他自己的家族 在殖民历史中的作用进行独立调查 根据荷兰政府信息服务署说 这项调查将浩时三年 由前殖民历史学教授 奥斯特恩的领导 荷兰国王说 为了了解历史事实和发展 并尽可能清楚和诚实地 面对这些事实对人民和社区的影响 深入了解过去是必不可小的 国王还说 我认为重要的是 关于奥兰耶拉萨家族 在殖民历史中的作用 这些知识亦变得十分重要 这应该在我委托进行的 彻底批判性和独立研究的基础上完成 扎连斯基访问沃兰的东部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 显示他开车经过克里米亚大约的赤人 沃兰总统扎连斯基 星期二就前往 沃兰东部的顿巴斯 俄乌交战的前历附近视察 自从俄罗斯2014年兼聘克里米亚以来 顿巴斯地区的亲俄势力 就一直跟乌克兰政府军作战 俄罗斯今年9月宣布兼兵这个地区 但是到目前为止 俄罗斯军队还没有全线掌控这个地区 而扎连斯基在一则视频中 向那些为乌克兰衍生的人表达感谢 他强调 乌克兰东部是一条困难的战线 他感谢乌克兰官兵的人性 并且向一些将领颁发出掌杖 与此同时 俄罗斯的军队继续对乌兰可能的军事目标 发动大规模的攻击 俄罗斯同时指责乌兰 对其境内机场频繁发动无人机的攻击行动 同一日 发生社从莫斯科一间发展获释 俄罗斯情报部门要求 缺席捕两名乌兰的部长 消息的来源并没有具体讲明逮捕的理由 但是发生社注意到 俄罗斯媒体指责这两名湖南部长 侵犯俄罗斯领土的完整 声势浩大的台积电相机典礼 美国总统拜登今天将坐飞机飞往阿里桑那州 准备出席台积电凤凰城 晶圆厂的相机典礼 美国苹果公司的首席周航官负荷 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 美光的首席周航官 梅洛特拉 英伟大的创始人兼首席周航官 黄仁勋 等美国著名的商业领袖都将出席 台积电6号宣布 阿里桑那州的工厂开始兴建第二期工程 预计2026年开始生产三纳米製程的晶片 目前兴建的第一期工程 预计在2024年量产4纳米 而两期工程的总投资金额 大约是400亿美元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亦将到场 台湾的联合新闻网报道 估计议会的人数将高达900人 场面非常盛大 目前 虽然晶片的供应来源 多数是美国的可教盟友 特别是台湾 但是在疫情中的防疫封城禁令 突显了供应链 碰上紧急事态的时候 非常脆弱 在中国威胁台湾 着眼怎样确保自身半导体功火之制 美国政府希望 晶片能够回到美国生产 产业分析先恩特勒表示 包括汽车公司和运用到科技的企业 几乎每家大型的科技公司 都极其担心台湾和中国之间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 大举将生产地点移出台湾 江泽民的追悼大会在北京举行 中国官方星期二早上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为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官方对追悼大会的现场进行直播 追悼大会默哀的时候 全中国的民众要默哀三分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总理李克强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出席 他们打着黑色的领态 配戴着白色的胸花 港台中央 挂有江泽民的遗照 黑底白字的横幅上写照 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 下面就摆放着江泽民的骨灰 由中国共产党的党籍覆盖 两边 还有多个花牌 大会由中央书记处书记 蔡奇主持 追悼大会 首先为江泽民默哀 习近平期后发表了道辞 习近平的道辞其中提到 1989年春夏之交 我国发生严重的政治风波 江泽民同志 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 关于其次 施名反对动联 捍卫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 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国决定 紧紧依靠广大的党员 干部 群众 有力地维护了上海的稳定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国际国内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 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了严重的曲折 一些西方国家 对中国进行所谓的制裁 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 在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往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 江泽民同志 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 紧紧依靠全党全军全国的各种人民 毫不动摇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其次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 坚持开展治理整顿 全面加强意识形态的工作 深入开展党风的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的斗争 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积极展开外交的斗争 坚持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稳定 捍卫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经过艰苦的努力 党和人民成功地稳住了改革发展的大共 为我国的发展打落了坚实的基础 江泽民因为患有白血病合併多壮气功能衰竭 2022年11月30日12点13分 在上海逝世 享年96岁 年日来 中国的官方高调悼念江泽民 央视新闻联播难忘 连续几日将悼念江泽民的消息置于头条 并且报道港澳台人士和一些外国政要 对江泽民的逝世 表示哀悼的消息 而中国的网络舆论 亦普遍对江泽民的逝世表示哀悼 说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 赞扬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 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江泽民的追悼大会 星期二早上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李瑞环、温家宝、曾庆红等多名研络参加 而星期一到解放军总议院送江泽民最后一程的前国家主席胡锦涛 就并没有延伸 香港的《星都日报》报道下 直播的画面看到 李瑞环、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而正星 李澜青、曾庆红、吴观正、李长津、何国强 刘云山、张高丽等退休领导人 现身人民大会堂 参加了追悼的大会 而79岁的胡锦涛 星期一在工作人员的参户底下 占养了江泽民的惠勇 他之后为民家宿 挽下腰 向坐在论院里的江泽民的夫人 王野平致意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尼斯 第77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克勒希等联合国官员 前往中国上驻联合国代表团纽约驻地 调宴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古特尼斯在导堂前缩纳麦埃 并且在调宴策上留言 他表示代表联合国 就江泽民的逝世 表示最诚致的悼念 他形容江泽民为人意诚坦率 生前是国际参与和多边合作的 坚定倡导者 他自己担任葡萄牙总理期间 和江泽民有过出色的合作 确保澳门顺利回归中国 他对此 永远不会忘记 古特尼斯又说 对江泽民的领导能力及奉献精神 自以最深切的敬意 客乐器 就在调宴策上留言 江泽民生前大力支持 参与国际事务 在对方不懈的努力底下 中国不单止在国内取得成功 在联合国 亦获得突出的地位 联合国的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人口基金等 机构的官员 美国、英国及法国的多国代表 亦有到场调宴 吴逸凡的私处被指营养不良 艺人吴逸凡 去年涉原胜参遭到逮捕 日前判决出路 遭判13年的有记徒刑 附加驱逐出境 虽然他已经消失在大众的眼前 但是不少他的住民仍赐起 他被爆出性侵的时候 遭到网红刀美竹说 他下身的尺寸 好像牙签那样 想不到 最近又有人 亲眼目睹尺寸之后 公布了他真实的大小 在YouTube上面 有老网的新片爆料 吴逸凡因为被关入看守所 所以必须延伸 看过他下体的人爆料说 他的东西尺寸确实一般 但是并没有真的像牙签那样 只不过 比一般的人 显得营养不良一点 河南省驻马电视 卫生继生监督的微信公众号 在6号发表题为 关于停止高强度防疫的 11条建议的文章 提出取消方充的建设 立即停止群聚式的核酸检查等建议 引发关注 不过目前这篇文章已经被删除 住马电视相关的部门对媒体表示 这篇文章 是一篇转载的文章 说引起了不必要的误会 现在已经删除 这篇文章开头说 过度的防疫和无优子核酸检测 带来的负面影响越发明显 不单止未能有效阻止病毒的传播 反而可能造成更大范围的传播 由此波及 民生面临毁灭性的打击 本来已经紧张的公共财政 迅速被涂空 而经济发展又停滞 甚至倒退 各级各地以令代法 自社会稳定和法律秩序 完全陷于无序的状态之中 好,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